咱们今天呢 来说一桩发生在山西省方山县的失踪案 2014年8月8号这天 方山县公安局呢 接待了一个女孩 这女孩叫冯小燕 冯小燕报案说呢 她的母亲三个月前失踪了 至今呢 没有阴信 冯小燕的母亲 叫齐海云 44岁 是方山县麻地会乡 阳哥台村人 这齐海云呢 曾经在方山县北武当镇的一家制药厂打工 民警呢 就又找这个制药厂了解情况 这工厂说呀 呃 齐海云早就不在我们这上班了呀 可是 齐海云的这次失踪 和这家制药厂 还真是脱不了干系 因为他呀 失踪之前又去了一次制药厂 时间呢 就是5月9号 据齐海云的丈夫冯超平说 那天呢 是他跟女儿一起把齐海云送到了方山县汽车站 并且亲眼看到齐海云上了前往北武当镇的大拔车 既然已经不在那打工了 你又去那干什么去啊 民警就意识到齐海云这一个奇怪的行程 很可能背后就隐藏着他失踪的原因 根据这条线索 警方呢 在北武当镇展开调查 发现齐海云到了北武当镇之后啊 曾经见过一个男人叫刘贵荣 刘贵荣说呢 当天晚上 他跟这齐海云是在一起的 这刘贵荣46岁 在齐海云曾经工作的那个制药厂啊 当门卫 在警方的询问之下 刘贵荣就说出了自己和齐海云认识的过程 他说呢 自己和齐海云呢 是2012年年底在朋友的一个聚会上认识的 互相留了电话 然后就一直有一搭无一搭的联系着 在这之后不久啊 刘贵荣所在的这个工厂 要找一个负责做饭的工人 刘贵荣就想到了 齐海云 于是介绍齐海云到厂里边做饭 又过了一些日子 这刘贵荣有一回出去 帮厂里呢 采买蔬菜 骑着摩托车啊 结果不小心 这摩托车就给翻了 腿部呢 就摔成骨折了 在刘贵荣住院的时候啊 齐海云就不在那个工厂里边做饭了 专门伺候刘贵荣 哎呦 这俩月的时间里边 把这刘贵荣伺候的 那叫一个周到啊 刘贵荣呢 也没结过婚 突然有一个女人 对自己照顾的这么好 所以啊 他就对齐海云产生了好感 这骨折好了之后 刘贵荣和齐海云之间呢 来往变的就更多了 就这么着 你一来我一去的 俩人呢 可就发展成为了那种关系啊 也就是男女情人的关系 据刘贵荣说呀 5月9号 齐海云到了他家之后 一直待到了5月11号下午这才离开 之后俩人呢 也没联系 可是警方在调查的时候 发现了疑点了 齐海云的家人说啊 5月9号 齐海云离开家去北武当镇的时候 特地跟家人说了 要去曾经工作的那制药厂 拿两万块钱的 还没结给他的工资 而刘贵荣呢 却没跟警方说这情况 这时候警方就想 会不会是因为这笔钱 刘贵荣和齐海云之间 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呢 方山县公安局的这些民警们 就有了一个猜测 就认为这案子 很可能不是简单的人口失踪 有可能是绑架案 甚至是故意杀人案 甚至还有可能 把这个齐海云给拐卖换钱 这时候啊 警方重点怀疑和齐海云关系密切的 刘贵荣 按刘贵荣的说法 5月9号到11号 齐海云在他家住两天 而按照齐海云家人的说法 他不是去要工资的吗 那么既然这份工作是刘贵荣介绍的 那齐海云肯定去了 得跟刘贵荣说这个事啊 那么对于索要工资款的这个事 刘贵荣应该很清楚 这时候民警就猜测 会不会是齐海云到了北武当镇 首先找刘贵荣 让他帮忙讨薪 5月11号 在刘贵荣的帮助之下 顺利的拿到了工资 可是齐海云万万没想到 这个男人啊 已经有了亲财的念头了 让齐海云始料未及的犯罪计划 已经算是降临到他头上了 可如果事情真相 真是这样的话 那刘贵荣要冒的风险也太大了呀 讨薪呢 这都是众目睽睽之下的事啊 制药厂的员工应该可以证实啊 一旦案发 那么刘贵荣就不可能撇清关系 再一个就为两万块钱 刘贵荣就会做出来杀人抢劫这种勾当吗 对于警方的怀疑 刘贵荣感觉自己都冤枉死了 我这冤的比六月雪还冤呢 他说呀 我跟海云关系一直特别好 我们感情深着呢 我不可能害他 而且刘贵荣也说 海云在这两天里边没到制药厂拿过钱 我也没听他说要拿工资这事 于是警方呢 又到这个制药厂进行调查 制药厂的人听说之后也纳闷啊 没有啊 没跟我们要过什么什么工资啊 再者说了 我们也没欠过他的工资啊 他在我们厂工作的时候 一个月工资就是一千两百块钱 工作时间连半年也没有 咱们就按半年算 那也才七千来块钱呢 哪来的两万块钱拖抢工资啊 这么一来 似乎刘贵荣的作案嫌疑也就被排除了 但不能这么轻易排除啊 还得继续调查取证 警方呢 就调查了刘贵荣的电话通信记录啊 以及其他的一系列证据 最终证实刘贵荣人说的是实话 确实齐海云在那住了两天就走了 刘贵荣跟齐海云的失踪 没有任何的关联 那么齐海云走了之后 又去哪了呢 据刘贵荣说呀 5月11号下午一点多 齐海云跟他说要回家 于是自己呢 就把他送上了从北武当镇 回马蒂会乡的公交车 5月11号晚上的时候 他呢 给齐海云打过电话 就问齐海云 海云啊 你到家了吗 回去了吗 啊 我到家了 放心吧 哎 奇了怪了啊 难道说齐海云真的又回家了 那既然他回家了 家人又为什么报案说他失踪了呢 带着种种疑惑 侦察员对齐海云的家庭展开了调查 结果就发现他们这个家庭啊 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和谐 齐海云失踪之后 家里人呢 家里人呢 确实也找过 不过怎么看都感觉这种找人呢 有点应付了事啊 有点不太认真 不走心 查查吧 这也查呀 发现这齐海云和丈夫冯超平 这是重组家庭 冯超平呢 六十岁 在认识齐海云之前呢 冯超平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后来是经过别人介绍就认识了齐海云 俩人呢 结了婚 先后有了三个孩子 冯超平对于自己这老婆一开始是挺满意的 但是齐海云对于自己这丈夫不太满意 为什么呢 冯超平啊 半龙半哑 说话乌里乌突不清楚 家庭呢 比较特殊 日子过的呀 那是相当的贫困 据了解呢 这齐海云年轻的时候啊 长得不错 算是挺漂亮的 而冯超平又有这种比较严重的语言障碍 听力障碍 如果不是因为彼此都是二婚 这齐海云不会这么轻易的就嫁给冯超平 结婚以后啊 其实身体上的残疾还好啊 毕竟结婚之前就知道 更不满意的是齐海云就感觉丈夫没出息 不像村里其他的男人那么能干 冯超平呢 主要就是以务农为生 偶尔啊 上山彩彩蘑菇 还出去卖卖 一年到头 这收入也就是五六千块钱 他们这是五口之家呀 五六千块钱的年收入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 那过的是紧紧巴巴 捉襟见肘 贫贱夫妻百事哀嘛 所以啊 夫妻俩的关系 一直不和睦 齐海云呢 说实话在家里边 那是皇太后的待遇 冯超平可疼他了 活也不让齐海云干 吃饭的时候 冯超平都给齐海云端到眼门前 对齐海云那是好的不能再好了 而且对于齐海云和刘贵荣之间的暧昧关系 冯超平应该也有所察觉 齐海云的女儿就说 我妈妈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我妈呢 还经常编各种理由 从我爸手里边骗钱 原本这个家庭就不富裕 齐海云这么一干 这个家庭的经济生活更困难了 小女儿小学没毕业 只好辍学在家 所以几个孩子 只要一提到自己的母亲 那基本上都是埋怨 案发之前呢 齐海云的家人 对于齐海云常年在外 也不照顾家庭 就非常不满 也曾经想出种种办法 看能不能把齐海云留在家里 可是齐海云那颗心 始终是飘忽不定的 齐海云的女儿就说 她就是嫌我爸穷 她想到外边去 能够过的日子好一点 在家里 她就觉得我爸什么都给不了他 外面那些人呢 能给他东西 因为有着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的原因吧 警方就猜想 那会不会是冯超平对妻子的言行不满 因为什么事情起了争执 失手就伤害了齐海云呢 真相到底如何 咱们接着来说 按照冯超平的说法 齐海云是5月9号离开家的 现在也没阴信 三个月之后 8月8号 冯超平才来报案 中间呢 也没像不像样的出去找过 这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还有 咱们之前说了一个细节啊 刘贵荣当时跟警方说的是 齐海云5月11号当天晚上回到家了 还有过通话呢 打了一电话 回去了吗 啊 回来了 到家了 那么这个电话会不会让冯超平听到了呢 让冯超平知道了 本来就怀疑他们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现在当着我面打电话 这不叫挑衅吗 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 俩人有了争吵 有了私打 当然 这还只是警方的猜测 说实话 警方啊 也不太相信冯超平能干出这种事来 因为冯超平呢 口碑挺好 老实芭蕉 孩子们对自己爸爸的感情 比对自己这个妈的感情要深得多 但现在案件没有更新的线索 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突破 就在这时候啊 刘贵荣又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他之前的说话没说全乎 5月11号不是跟齐海云通话吗 问他到没到家 他说在家里呢 不过呀 在的不是冯超平和他原原本本的那个家 而是在薛根源的家里 哎 这又冒出来一人 薛根源 这薛根源是谁啊 警方呢 就问齐海云的丈夫冯超平 你认识薛根源吗 冯超平就说 认识啊 我们很熟 不仅如此 5月9号那一天 正是这个薛根源跟冯超平 还有女儿一起 把齐海云送上了前往北武当镇的公交车 那这薛根源跟齐海云又是什么关系啊 警方啊 又展开调查 这一查 薛根源66岁了 和齐海云呢 是邻村的 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平时没事的时候啊 就在村子里边打打零工 他的老婆呢 已经去世了 都死了有十年了 有俩儿子 一个女儿 也都已经成家里业了 几年之前呢 齐海云的小儿子 还有女儿 就到薛根源所在的那个村子里边上学去 齐海云呢 就在村子里边啊 租了一房子 照顾儿女 于是这么着就认识了薛根源 那会儿薛根源就老去他们租的房子呢 齐海云这个人呢 也就是年轻的时候稍微有点姿色 剩下是什么事也干不了 比较懒 冬天下了雪了 就院子里边走路的那一小块地啊 扫都不带扫的 后来房东呢 嫌他太懒了 就把他给赶出去 不让他住了 薛根源就让齐海云住在了自己家 齐海云呢 在薛根源家租房居住的时候 在生活上得到了薛根源很多方面的照顾吧 薛根源呢 这就也对齐海云有了一种那样子的情感啊 尽管知道齐海云有家有口 还带着孩子 村里人呢 也都在那劝薛根源 你呀 按说老伴都去世这么长时间了 你别动这歪心思 但是这薛根源最后还是越过了自己的那道德底线 跟齐海云呢 就有了不清不楚的关系 就上了床了 齐海云和薛根源之间的关系很快 也传到了冯超平他们的耳朵里 齐海云的家人哪 很生气 还找过薛根源呢 可是冯超平再愤怒 还是没能让妻子回到自己家里来 薛根源和齐海云的这种非正当的关系吧 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多 要说下来这冯超平啊 也够窝囊的 一般人谁忍得了啊 我老婆的情夫跟我一块送我老婆上大巴车 没这事啊 那么5月11号 齐海云从北武当镇回来之后去找了薛根源了 又发生了什么呢 警方啊 就先找到了齐海云的一个朋友 叫白海林 白海林就说呢 5月11号 齐海云和薛根源到自己家了 本来要打扑克 但是人不够啊 也就没打 俩人呢 就走了 那时候大概晚上七八点钟吧 民警啊 随后找到了薛根源 就问他 齐海云找过你是吗 当天是怎么回事呢 薛根源就说 他呀 11号确实跟我见过面 很快他就走了 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了 后来呢 他闺女啊 还来找过我 问他的下落 我呢 就把海云留我家里的东西 给了他闺女了 不过薛根源 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他说呀 自己曾经在5月13号 接到过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打电话的人呢 说他绑架了齐海云 让薛根源 拿两万块钱来赎人 可是 跟冯超平他们说了这事之后啊 冯超平跟儿女们 都没理睬这回事 都一心认定好了 这准是跟别人串通好了 来骗我爸冯超平的 绑架 那就是个假的 就是他们找的借口 于是警方调取了薛根源 在事发前后的通话记录 发现在通话记录上 并没有找到薛根源 所说的陌生电话 显然薛根源在说谎 这时候齐海云的朋友白海林说 5月11号晚上海云应该在薛根源家里 这么一来 那就证明薛根源说谎了呀 不是像薛根源所说 俩人见面之后很快就分开了 那么他的作案嫌疑是猛然上升啊 这时候警方就开始分析啊 5月9号薛根源是和冯家人一起 送齐海云上的大巴车 5月11号回来之后 这齐海云也是首先回到了薛根源的家里 那么就说明至少在这两天时间里 俩人没什么矛盾 对吧 要有着矛盾 也不至于和和美美的走啊 又团团圆圆的回 是吧 那为什么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后 薛根源就要对齐海云下手呢 在对薛根源进行秘密调查的时候 民警还发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 在薛家的小院里啊 原本呢 有一棵苹果树 可是案发之后 这棵树却被薛根源给砍了 这个线索引起了侦察员的高度警觉 砍了树 你要说我想把这地平整平整 那也情有可原 可是立马砍完 立刻又种了一棵手指粗细的梨树 反常的情况还不止这一处呢 在走访中啊 一些村民告诉民警 说薛根源啊 最近很奇怪 那他都奇怪在哪呢 说从五月份开始 薛根源变得对于生活没有平常那么积极了 他的菜地中间呢 也莫名其妙的被翻动过 还死了一片菜呢 结合种种疑点 警方找到薛根源 再次对他进行询问 面对询问 这薛根源回答里的漏洞是越来越多 开始驴唇部队麻嘴了 最终没办法他承认 齐海云已经死了 那为什么薛根源 要害死齐海云呢 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薛根源说呀 五月十一号晚上 齐海云在他家里边过夜 自己洗漱的时候啊 就听见齐海云打电话呢 电视声音呢 还开得特别大 薛根源呢 就嫌丑啊 就让齐海云 把声音给放低点 齐海云呢 不愿意关 薛根源自己就过去 把电视给关了 齐海云呢 平时都习惯了 所有的男人 对他言听计从了 所以呢 他一看 怎么着 把我电视关了 可就吵起来了 之后齐海云一生气 把薛根源的手机 就摔到了 炕旁边的那面墙上 手机壳 电池 哗啦碎了一地 薛根源就说 哎 干什么呀 你把手机都砸坏了 砸坏了 还得重买啊 就这么着 俩人互相打骂起来 薛根源说 在自己和齐海云的关系里 齐海云一直表现的特别强势 什么事都得做主 这时候听见薛根源竟然为了手机指责我 所以不乐意了 俩人可就撕打在一块了 冲突啊 那是逐渐的升级 当时齐海云就觉得咱们都好了好几年了 我都让你睡了好几年了 你因为一手机骂我 这时候呢 就压在了薛根源身上 又挠他 又打他耳光 等齐海云不打的时候 薛根源一翻身 可就压在了齐海云身上 掐住了齐海云的脖子 薛根源说 为什么会对齐海云下狠手 主要是因为齐海云在争吵之中 骂自己不要紧 竟然骂自己的子女 因为过激的言辞导致最终杀人 当然 这显然不是薛根源真正暴怒杀人的原因 最后啊 薛根源终于说了 说当天晚上之所以局面失控 还是和齐海云之前打的那电话有关系 齐海云用手机和刘贵荣打电话 当时薛根源呢 就有点生气 本来薛根源对于齐海云和其他男人交往 就憋着一肚子火呢 虽然表面上装着毫不在意 可心里边啊 那醋坛子都打翻了好几回了 当天晚上 齐海云不又给刘贵荣打电话呢吗 在电话里还谈到了薛根源欠他的钱 在边上的薛根源可就忍不住了 薛根源杀死齐海云之后 就把齐海云的尸体转移到了家里已经废弃不用的地窖里 案发之后啊 他知道害怕了 为了逃避惩罚 他呢 就谎称接到了绑架电话 通知了齐海云的家人 可哪知道最后弄巧成拙 反而成为揭露他罪行的重要证据 齐海云的被害 也给齐海云的家人 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尽管孩子们对自己的母亲啊 又怨又恨 但是当噩耗传来 孩子们还是非常的悲伤啊 毕竟这是自己的妈呀 齐海云遭遇不幸之后 在情感上的这些秘密吧 也陆续被揭示出来了 尽管薛根源最终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是齐海云呢 因为自己私生活的随意啊 导致最终被害 其实无论男女啊 说跟自己的老婆 跟自己的丈夫啊 感情不好了 那么好聚好散 对吧 离婚 喜欢谁 爱谁 再跟谁一块过去 这都无可厚非 但是对谁都不付出真情 跟谁都是玩玩乐乐的关系 那么最终也难免会遇到不好的结局 1980年7月25号傍晚 朝阳地区建平县公安局 接到小唐公社公安特派员的报告 本公社所属的后沟 茶台沟两个生产队 以及建平克拉庆公社的四个生产队 总共被人骗走了七头骡子 这些骡子呀 原本是村子里边拉墨用的 如今遇到大旱 地里出不了庄家 这些骡子呢 也就多余了下来 公社一合计 决定开办砖厂 石渣厂等副业度过荒年 因此把这些骡子呢 就卖了 没想到联系到的 卖骡子的人 牵走了骡子 可没有按时把钱汇过来 干部派人呐 就根据卖骡子这人留下来的联系方式去当地催款 结果发现 结果发现查无此人 查无此地 这才意识到上当受骗了 接到报案之后 建平县公安局司警海局长把案子的侦破工作交给自己的爱将 十年33岁的刑侦科副科长刘子军 刘子军呢 是老侦察兵出身 1969年 从解放军某部侦察连转业 进入建平县公安局干刑侦 从普通的侦察员干起 如今呢 也是一个有着11年警灵的老同志了 据了解呢 案发时间是在一个多月之前的6月15号 当天呢 正赶上小堂公社的大集 集上啊 有县城最大的牲畜交易点 当时卖骡子的是小堂 建平和卡拉钦三个公社的 六个生产队的七头骡子 买主呢 是两个操着江苏口音的中年人 一个自称叫李文艺 一个自称叫李万钧 他们持有河北省保底县革命委员会农业局 畜募股的介绍信 并且由小堂市场经营管理所 和小堂集市工商管理所相关同志从中撮合 谈定成交价格八千八百八十元 因为对方是集体单位 不能进行现款交易 所以商定好了 这骡子呢 先牵走 七月四号前 把货款汇至人民银行建平县支行小堂营业所 并把盖有公章的介绍信留下作为凭证 然而到了七月四号 却没有收到汇款 小堂建平卡拉倩三个公社 经过商议 决定派出小堂公社黑山嘴大队 林业队队长于恒 和茶台沟大队社员梁武 带着那张河北省保底县革命委员会农业局畜募股的介绍信 上门去催要骆子款 俩人一路风尘仆仆赶到河北之后一打听 这才知道保底县不归河北馆 而归天津馆 这时候俩人就感觉情况不妙 带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 到了保底县农林局查队的时候 被告知保底县革命委员会 已经在当年五月一号改名为保底县人民政府 革委会的公章已经作废了 而且农林局只有一个畜牧组 压根就没有什么畜牧股 而且在六月整个月里都没开过任何一张 去辽宁购买牲畜的介绍信 至于李文艺和李万军 那更是查无此人了 俞衡和梁武啊 慌忙拿出那张介绍信 请保底县农林局的同志辩认 对方接过来一看 嗨 假的 我们局啊 从来没用过这种介绍信 还拿出了本局革委会介绍信的刘样 给两个人看 于恒和梁武看了之后 当场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接到消息的小唐 剑平和卡拉锦三个公社的干部群众 那更是如晴空霹雳啊 茫然不知所措 刘子军接到任务之后 立即从刑警队中抽调刘子莲 戴成军和李福三名精干的侦察员 会同小唐市场管理所 小唐集市工商管理所 以及受骗上当的三个公社相关人员 一共十一个人组成了一个破案小组 再通过广泛的群众查访 给李文艺和李万钧就画了像了 社员魏丰林回忆说呀 双方价格和付款方式谈妥之后 是他受雇于六月八号 把七头骡子赶到了陵园县的巴黎堡 这是破案组所掌握的二里 在案发之后的第一个落脚点 刘子军经过权衡之后 于七月二十七号决定兵分两路 一路呢 以河北的平泉地区为中心 游近极远的搜寻二里的踪迹 另一路呢 以这陵园县为起点 沿着公路查询 一路啊 注意查访二里的足迹 同时注意二里 是否还有其他的案子在身 果然 在陵园县的一路侦察员 很快就查明 该县河东公社东王关大队 被骗走了一头骡子 好家沟大队 被骗走了一匹马 总价值两千八百五十元 在平泉县的一路侦察员也查明 该县油房营子公社三家子大队 在三月十六号被骗走两头骡子 价值两千元 经过了解 骗子的体貌特征和诈骗手段 和小唐集市的体貌和手段 完全相符 可以断定 这些案子呀 是同一伙诈骗犯所为 侦破小组 随后在送账子公社 获得了一个意外收获 西送账子生产队的一名车夫说呀 六月十九号这天 他赶着一趟马车 赶往送账子的路上 遇到两个人赶着骑头骡子 因为这些骡子明显不服管 不听使唤 俩人呢 累得气喘吁吁的 其中的大个子呀 就向他求助 提出用一头大牲口 替他拉车 把其他牲口带一带 车夫呢 也就同意了 就这样 他们用一头大骡子 换下了一匹马 然后带着其他骡子 赶了十多里的路程 一路上还聊了不少天 所以车夫对这俩人呢 印象深刻 这两个人 都是三十五岁左右的中年人 一个长得五大三粗 留着长分头 圆脸 黑红色的脸堂 眼珠子 明显凹陷 都陷进眼眶子里边了 蒜头鼻子 头戴一顶小眼草帽 上身呢 穿浅灰色的确凉衬衣 下身呢 穿灰白色的裤子 操着一口流利的 戴着江苏口音的普通话 自称是保底县 鲜安镇 马车运输站的站长 另一个个子矮得多 瘦长瓜子脸 尖下巴刻 小眼睛 面色呢 黄里泛白 穿着一身黑色衣裤 自称是马车运输站的工人 说话呀 有些口吃 他们和车夫 在距离送账子一里地左右 下了公路 就分道扬镳了 根据车夫的描述 两个人的体貌特征 和刻画的犯罪分子的画像 相吻合 罗子的数量和毛色也和被骗走的罗子很吻合 可以认定 这两个操江苏口音的人呢 就是诈骗犯 送账子工商管理所的同志证实 6月19号晚上 有两个中年人赶着七头罗子路过此地的时候 被他们截住 要求上睡 其中一个大个子 向他们出示了小堂工商管理所的手续之后 就把他们呢 放行了 前往河北的一路侦察员 在陵园县三十家子公社查访的时候 有群众说 有个矮个子中年人 牵着七头罗子 在6月20号住进了公社的大车店 当天晚上6点左右 把这些罗子全部赶上了一辆东风牌卡车 往河北省的方向开去了 当时啊 有人看见驾驶室里边有三个人 一个是司机 另外一个呢 没人认识 车牌号啊 也没人看清楚 但是看清了卡车驾驶室车门侧面 喷着唐山领馆局的字样 同时 平权方面的侦察员 也查明了 陵园河东公社 和平权油房营子公社的 两起诈骗案的犯罪分子 是在平权 把骗来的牲口出手的 至此 平权这一路的线索也就断了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 刘子军认为 那个自称李文艺的所谓的新安镇马车运输站站长 应该是主犯 但现在的问题是 这汽车是哪来的 带着七头骡子 往哪去了呀 这辆侧门喷着唐山领馆局的东风牌卡车 可就成为了下一步排查的重点 此时生产队和工商所的同志 已经没有继续留下来的必要了 刘子军呢 把他们都打翻了回去 自己则带着刘子莲 戴成军 李福等六名侦察员 前往唐山 进行下一步的排查 在这期间呢 县局又增派了三名侦察员增援 8月1号 唐山林业局的同志告诉刘子军 林业局的管理范围很广 带林子号的汽车数量很多 一共有300多辆 散步范围呢 也很广 几乎遍布整个唐山地区 结果从8月1号到8月13号 刘子军他们呢 硬是一辆一辆的 把这些车辆全部找到 并且一一过筛 可是一无所获 同志们呢 难免的就有点气馁 刘子军在检讨之中认为 6月15号作案 6月20号装车 说明卡车驾驶员 应该不是同案犯 而是罪犯临时雇佣的 按照林业局的规定 只要卡车不出河北省 就必须在收车之后 把车辆停回到林业局的停车场 而要是出省呢 就必须特别登记 但是根据唐山林业局的出车登记 并没有发现林业局车队的卡车 在5月15号至6月20号期间 有出省记录 林业局的同志们说呀 本局下属的丰润 玉田 千兮 济县和尊化等县的领馆局 也有各自的车队 于是刘子军当即决定 将排查范围 扩大到唐山市以外的广大地区 侦察员们呢 也顾不上炎热 克服重重困难 足迹遍布丰润 玉田 千兮 济县和尊化 5个县 16个领馆局 最终在尊化县的东陵领馆局 查到了有一辆卡车 在6月份到辽宁运过牲畜 但是在货单记录上填写的是七头羹牛 而不是七头骡子 刘子军提出 要正面接触这辆车的驾驶员 但是被领馆局车队的部分领导 以司机出车的理由就搪塞了 这更加增加了刘子军的疑心 于是他派人暗中盯梢 三进三出 终于在8月28号 见到了在6月下旬 出车去辽宁的驾驶员李善渝 李善渝说呀 当年5月份 他跟东陵领馆局汽车队队长古首祥 在尊华县城修车的时候 在县商业局招待所认识了一个买牛的人 叫孟庆民 是专程从江苏赶来的 相貌和高个子嫌疑人的相貌 十分吻合 这个人呢 善于聊天 于是三个人谈得挺投机 临别的时候 各自留了联系方式 6月19号 孟庆民呢 来领馆局汽车队找古首祥 声称从辽宁买了一批骆子 请这古首祥派车 帮他呀 把骆子运往江苏 运费1200元 谈妥了价格 古首祥和李善于开着车 在孟庆民的指引之下 6月21号傍晚 来到陵园县三十家子公社大车店 借用公社生猪收购站的货台 把骑头骡子装上卡车 并且连夜开往江苏省沛县 8月29号上午 刘子军带着人马 马不停蹄的赶到了沛县 在沛县公安局的协助之下 对全县所有的旅社和大车店进行排查 最终呢 在东风旅社查到了孟庆民 古首祥和李善于三人 6月23号的入住记录 还在城关公社里园大车店 查到了李万军和七头骡子的投诉记录 在和李元大车店查访的时候 查明孟庆民是大车店老伙夫老班头的女婿 但是都跟他叫老班头 到底叫什么名字可没人知道 随后刘子军在城关派出所的协助之下 查到了老班头的真实身份 是城关公社流援大队计装生产队社员班士文 他的女婿的确叫孟庆民 当地群众还证实 在一个多月之前呢 班士文受孟庆民的委托 在当地卖过骡子 而孟庆民的住址呢 也打听到了 沛县唐楼公社孟集大队 群众反映 孟家在去年呢 将房子大兴土木的翻修了一遍 成为远近文明的气派院子了 大家谁都知道 孟庆民的钱不是好来的 但碍于乡里乡亲的 也没有谁去故意说破这件事 如今警察来管这事了 顿时啊 算找着申诉对象了 你一言我一语 对着这个看着乍眼的院子 就发泄着不满 表达着怀疑 同时啊 当地老百姓还确认 孟庆民已经流窜外地 不知去向 家中此时只有他的岳父班士文 以及妻子班首兰 经过查证 孟庆民在6月23号回来之后 在家里呢 就住了两天 然后就走了 刘子军判断 是孟庆民在确定销赃万无一时之后 又去外地实施新的诈骗犯罪了 刘子军带人 在孟基大队守了七个昼夜 依然没等到孟庆民 结果自己带的五个人呢 却因为水土不服 病倒了两个 高烧发到了三十九度五 上吐下泄 整个人呢 都吐脱了 行了 于是 刘子军命令礼服 护送两位得病的同志 回辽宁 顺便呢 回县局 汇报案情 自己啊 带着还能坚持的 刘子联和戴成军 继续敦守 九月三号 一封给孟家的电报 被当地公安特派员扣下 送到了刘子军的手中 电文上写着 事成近日内发货五吨 请你火速来商 发电人为石红军 住址是河南省商丘市 东方红旅社 十七号房间 刘子军 刘子联 还有戴成军 这三个人 经过分析之后 认为啊 这个石红军 应该就是孟庆民 给班士文发电报 是因为卖骡子的钱 现在在班士文手里 发电报 是要班士文 给他汇款或者送款 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的确有石红军 这么一个人 受孟庆民委托 拍的这份电报 他肯定知道孟庆民的下落 所以三人一致决定 立刻赶往上秋 九月四号 早上六点四十分 刘子军 他们三个人 乘坐最早的一班 由沛县 开往徐州的长途车 在十点十五分 在徐州站 搭乘开往商丘的旅客列车 下午一点 抵达了商丘站 下车以后啊 仨人 直奔商丘市公安局 刑警大队 请他们帮忙排查住在东方红旅社 十七号房间的石红军 商丘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用两个小时就查清楚了 这东方红旅社十七号房间里 确实住着一个叫石红军的人 来自安徽博州 认识孟庆民 孟庆民在十来天之前 启程去安徽 曾经托付石红军 购买了五吨铜油 石红军谈妥了买卖之后 按照孟庆民留下的地址 给班士文打电报 催要汇款 刘子军正面接触石红军之后得知 孟庆民就要回商丘了 当天晚上就要来东方红旅社 跟他街头商量铜油的事 约定好的时间是晚上七点整 晚上七点过后不久 孟庆民果然如约而至 孟庆民刚踏进十七号房 就被刘子军 刘子联和戴成军三个人 摁倒在地上 戴上了手铐 根据孟庆民交代 三十六岁的他就是那个自称为保底县新安镇马车运输站站长的李文艺 他打从小啊就喜欢贪小便宜 干些投机摸口的勾当 1973年曾经因为盗窃高压县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1978年刑满释放之后觉得盗窃档次太低了 凭本事赚钱 这才是正道 于是就此流窜于山东 河北辽宁安徽以及河南等地进行诈骗犯罪和投机倒把等犯罪活动 1980年5月初 他在尊华县城的贸易市场上 以25元一张的价格 买了三张 写有河北省尊华县革命委员会农业局的介绍信 又偶然结识了一个从善县来尊华自称姓周的同行 俩人呢 这也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 随后先后同谋策划 并以李文艺和李万军的假名 实施了平权和陵援的两起罗马诈骗案 并且在平权成功销赃 随后又策划并实施了小唐集市上的罗子诈骗案 在七头罗子到手之后 他们在运输中为了逃避追捕 特地在运单上把七头罗子故意写成了七头牛 罗子被运到沛县之后 孟庆民自己留了三头 其他的四头呢 以领馆局的名义卖出去之后 所得的这钱款之中啊 拿出九百一十九元作为运费 付给古首相 另外的二百九十元运费 折合成九百斤大米 送给了古里二人 其他的钱款被周某揣紧腰包了 根据孟庆民的交代 刘子军带人赶往善县将周某擒货 经过审讯 周某对其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七头罗子销赃所得的剩余钱款 七千二百五十元 被侦破组追回 并且退还给被骗的各个生产队 干部和社员们 对建平县公安局的人民警察们呢 那是感激提灵 表示一定要积极努力组织服业生产 报答民警同志们的辛勤付出 从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 在四川曾经发生了一系列轰动全国的拐卖案件 有一个四十多人的庞大团伙 在六年之内拐卖了近百名妇女和儿童 直到一九九二年 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下 这庞大团伙中的七名主犯 有六名悉数落网 但是其中最大的头目 第七名主犯却逃走了 从那之后的十二年里 这个头目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彻底销声匿迹了 十二年之后 警方终于找到了他的踪迹 当警方寻着线索 找到了此人的住处以后 没想到 这个恶贯满盈的人贩子 竟然十分激动和兴奋 看到警方之后 他的第一句话竟然是 太好了 你们终于来了 紧接着他痛哭流涕 说自己连做梦都在想 让警察找到自己 把自己抓走 这十二年的漫漫逃亡之路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呢 事情还得从1986年开始说起 从那一年开始 在四川重庆等地区 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好多起 儿童失踪案件 这些孩子其实都是被拐走了 这些可怜的孩子 其中有一些是被人贩子 偷偷的拐走的 还有一些是人贩子 利用花言巧语 在家长手中骗来的 1986年12月 重庆新民村的老代家的小儿子出生了 这是他们家的第二个孩子 不过呢 对于这件事情 老代一家 却并没有因此感到非常开心 因为他们家里实在是太穷了 老代家是典型的极度贫困的家庭 全家人都挤在一间茅草房里 连盐都吃不起 这样的描述丝毫没有夸张 尤其当他们听说超生二胎 要罚款一千多块之后 那更是高兴不起来了 这个超生罚款的消息 是村子里一个朋友告诉他们的 这个人叫彭洪菊 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农村妇女 得知老代家里又签了一个儿子 彭洪菊赶来道喜 并且还好心的提醒他们说 最近计划生育查的比较严 孩子的事情最好不要声张 不然的话要罚钱的一千多块 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 老代一家变得更加头疼了 他们询问彭洪菊 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彭洪菊表示 说自己在重庆市里 有一个亲戚 家里条件挺好的 可惜没有孩子 他们一直想着抱养一个孩子 听到这番话 老代有些不乐意了 虽然家里穷 但这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送给别人养算个什么事呢 而彭洪菊 似乎看出了老代的心思 连忙表示 说自己这家亲戚 还是非常开明的 他们是城里人 思想都比较开放 人家说了 等孩子长大了 问一问孩子的想法 孩子要是愿意回来 就给送回来 期间老代一家 也可以去看望孩子 在这样的条件下 城里人好像比较开明 再加上彭洪菊 多次劝说 也为了让孩子 能够过上好日子 后来呢 老代一家 终于是心动了 同意让彭洪菊的亲戚 把这孩子给抱走 但是啊 这一抱就是永别 从此要无音讯 直到三年之后 有民警找到老代家 他们才知道 儿子被贩卖到了河南 不知现在是死是活 过得怎么样 在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刚刚四十多岁的老代的妻子 一夜白头 那个彭洪菊 就是一个人贩子 那几年间 他疯狂作案 在四川和重庆地区 拐卖了七八十名妇女和儿童 是那起系列案件的主犯之一 1953年 彭洪菊出生在重庆 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 他家非常穷 孩子又多 因此他几乎没有读过书 稍微大一点了 就开始帮着父母干活 在19岁那年 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 父母把他嫁给了隔壁村里 一个叫陈定奇的小伙子 但是这陈定奇的家里 也非常穷 和彭洪菊家 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这让彭洪菊感到非常痛苦 他虽然出生在农村 但是他并没有农村人 吃苦耐劳的品质 一边埋怨丈夫无能 一边在家里坐吃山空 在结婚第二年 他们的女儿出生了 这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他们家的情况也越发困难 在那个年代 尤其是农村地区 都觉得养儿防老 都认为儿子才能传宗接代 所以很多家庭 如果没有儿子 就会一直生 直到生出儿子为止 这就导致很多农村地区 超生的现象非常严重 为了躲避超生罚款 一些家庭会选择 把孩子送给别人去领养 这种情况下 一些不法分子就蠢蠢欲动 走向了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道路了 再加上当时条件限制 交通也没有现在发达 收集相关证据也非常困难 因此人一旦被拐走了 就很难再找回来了 这更加让人贩子变得越来越猖獗 对于彭洪菊和陈定奇来说 他们也想要儿子 于是两个人一加油一使劲 又生了两个女儿 那这一下可坏了 人口更多了 开销更大了 家里孩子越来越多 但他们家的经济情况呢 却一直止步不前 反观邻里周边 有好多人家在这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 全都富起来了 甚至有些人的家里还买了好多家电 这让彭洪菊感到非常羡慕 但同时他也非常好奇 这些人到底是怎么赚钱的 怎么都这么厉害 一次偶然的机会 彭洪菊听说 那些富起来的人家 其实背地里都在偷偷的拐卖儿童 据说拐一个能赚好几百 甚至上千块呢 在八九十年代 这绝对是一笔高额的收入 这种事情 其实村里很多人都知道 只不过大家都知道 这是犯罪行为 全都心照不宣 看见了也不说 那彭洪菊在得知以后 他马上就来了兴趣 村子里超生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他也是看在眼里的 毕竟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他也知道 很多人家都想把超生的孩子给送出去 防止被罚款 那么完全可以借助这个机会 帮这些家庭牵线搭桥 在背地里把孩子给卖掉 回到家之后 他马上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丈夫 而陈定奇在听了以后呢 也非常开心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尝试一下 就这样 夫妻俩没过多久 就大得方方的 找到了那些富起来的邻居 开门见山 表示自己也要参与 就这样 他们开启了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生涯 刚刚提到的老代家 就是他们的犯罪初期的最早的受害家庭之一 抓住那些超生家庭贫困的弱点 把孩子骗出来 之后再去卖给其他地方 在老代家之后 新民村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而这件事情和彭洪菊 其实也有关系 在村子里有一个姓蒋的小伙子 咱们就叫他小蒋 86年 小蒋刚刚结婚 87年就和媳妇生了一个儿子 他们家呢 条件也不太好 但是小蒋非常勤奋 每天忙里忙外的挣钱养家 不过呀 这个小蒋有一个缺点 脾气大 性子急 因此经常和妻子发生口奖 妻子对此也表示非常不满 有一天晚上 小蒋在外面喝多了 回来之后呢 又和妻子吵了起来 借着酒劲 小蒋就说了一些难听的话 妻子非常生气 不让他上床 他只能在地板上睡了一宿 因为平时吵吵闹闹的也习惯了 小蒋当时没当回事 第二天一大早 妻子还没起来 他就出去干活了 刚好那几天 他接了一个比较大的工程 干了一周才回来 但是回来以后啊 却发现妻子和儿子都不见了 丈母娘家 亲戚家 全都问了一遍 就是没有消息 打那之后 小蒋也没有心思打工干活了 散尽家财 到处寻找妻子和儿子 五年过去了 他的妻儿仍然杳无音信 再后来呢 他思念成疾 直接疯了 没过几年 就因为疾病去世了 直到去世 他都没有再见到妻子和孩子 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就是彭洪菊 他和其他人贩子 会在各个村子里面收集线索 得知小蒋和妻子经常发生争吵 他就经常故意接近小蒋的妻子 名利案里表达对小蒋的不满 说这样的男人不能要 最好赶紧离开 并且还表示 要给他介绍一个有钱的好男人 开始新的生活 刚刚好 那天晚上小蒋喝多了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那妻子一赌气 就听了彭洪菊的话 带着孩子离开了 结果最终被拐卖到了河南 根据警方提供的数据 彭洪菊和他的团伙成员 凭借这些卑劣手段和伎俩 从86年到92年 让85个家庭支离破碎 妻离子散 随着一次次的作案得手 彭洪菊和陈定奇赚的钱 也越来越多 家里也变得越来越富裕 彭洪菊彻底变成了一个 只看钱的恶毒的女人 有一次 彭洪菊去外地 拐了一个刚出生没多久的男婴 但是这个小婴儿生病了 呼吸急促 不停的咳嗽 彭洪菊非但没有带他去医院 反而担心上火车之后 会引起警察的注意 于是在路过一座大桥的时候 随手就把孩子从桥上扔了下去 类似这样的事情 彭洪菊做过十多次 他经常遇到生病的孩子 但他从来不会管 就让孩子硬挺着 挺过去了 他就继续把孩子卖掉 没挺过去 就把孩子随意丢在路边 认起自生自命 正是因为这样的心狠手辣 再加上作案次数越来越多 彭洪菊和陈定奇 逐渐发展成了团伙的头目和骨干 1992年初 在重庆荣昌县 古昌镇珠西巷 当然现在这里是荣昌区 当时65岁的老杨 带着孙女脆脆感激时 老杨就是一个和朋友打招呼寒暄的功夫 翠翠忽然不见了 一家人急坏了 赶紧报了警 很明显 翠翠就是被彭洪菊的团伙偷走的 而这起案子也成为了 这个团伙落网的一条直接的导火索 那段时间 他们的作案非常猖獗 作为重灾区的重庆和河南警方 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系列的拐卖案件 也陆续抓获了几名团伙成员 也得知了 他们的背后是有一个庞大的组织的 而翠翠这起案件发生在赶集的时候 目击者众多 因此警方迅速了解到了 嫌犯的一个大致情况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摸牌和蹲点之后 警方顺利抓获了那名案犯 很快通过这名案犯 以及之前抓获的一些人贩子提供的信息 警方也逐渐搞清了这个庞大团伙内部的情况 于是在之后的几个月里 警方展开了一次大型的抓捕行动 在雷霆出击之下 92年8月17日 团伙成员们纷纷落网 警方共抓获犯罪团队的主犯及从犯共42人 但是在抓捕当天 彭洪菊去了外地 因此他成为了七名主犯当中唯一的一条漏网之鱼 后来彭洪菊回来以后 发现丈夫已经被警察抓走 他被吓得魂飞魄散 立刻在仓促间踏上了逃亡之路 因为事态紧急 他逃跑时连家都没有回 身上几乎没有钱 所以为了活下去 他先跑到了河南的一个朋友家里 在这期间 他听说自己的丈夫和其他几名主要分子都被判了死刑 这让他更加害怕了 那段时间里 他一直提心吊胆 也不敢出门 朋友家来客人了 他就吓得赶紧钻到屋子里 扒开一条缝往外看 生怕是警察来抓自己 由于每天都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 再加上内心充满着害怕 他渐渐的已经无法判断周遭的事物 看见谁都像是警察 变得非常神经质了 一段时间以后 可能确实朋友感觉自己可能会惹事 于是就开始有意无意的催他离开 彭宏局知道自己待了很长时间了 给人家添了不少麻烦 在这里确实也待不下去了 于是他向朋友借了200块钱 再次踏上了逃亡之路 因为公安部已经对他下了全国通缉令 他也不敢留在附近 只能一个劲的往偏远地区跑 最终停在了内蒙古包头 他在包头打工 但却被老板苛扣工资 可是他又不敢报警 只能一个劲的换工作 寻找更好的 那段时间 他的生活比小时候在家里还要艰苦 好在一段时间以后 他遇到了一个来自四川的年轻的老乡 都说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嘛 两人自然就走得比较近 相互也比较照顾 这让彭宏局感到有些感动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处处照顾自己的老乡 却带着他走上了更加痛苦 更加黑暗的道路 彭宏局在后面又发生了什么呢 为什么说这是一条更加黑暗的道路呢 在上届咱们说到 1992年 彭宏局的团伙被警方一锅端掉 只有彭宏局运气比较好 成了漏网之鱼 后来他藏在一个朋友家里 但那并不是长久之计 而且朋友一家 似乎也开始嫌弃自己 他不能多待了 于是后来他向朋友借了两百块钱 再次踏上了逃亡之路 因为公安部已经对他下了全国通缉令 他不敢在附近停留 只能一个劲的往偏远地区跑 最终他停在了内蒙古包头 这一路下来 他身上的两百块钱已经所剩无几 为了生存 经过仔细打探之后 他找到了一家专厂 在这里打工 专厂嘛 不需要什么技术 都是苦力活 人员流动也非常大 每个月都会有人来有人走 即便如此 出于安全考虑 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假名字 叫做黄世英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砖厂是一家黑厂 老板非常狡猾 老板发现 这个黄世英对自己的过往三间其口 从来不了家乡和家庭 就感觉这黄世英来历不明 可能有问题 于是变着法的就苛扣他的工资 结果几个月的苦力干下来 他并没有挣到钱 仅仅解决了三餐的温饱问题 彭洪菊没有办法 他也不敢去报警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他只能离开专厂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辗转于不同的工厂打工 收入不多 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 1998年 有人向重庆警方反映 说有一个向彭洪菊的女人 在内蒙古包头打工 可是等警方赶到时 却发现彭洪菊早已经不在这里了 那他到底去了哪呢 其实 此时的彭洪菊正在经历着 更加痛苦的人生 在那段时间里 他接二连三的换了好几份工作 每一份工作都干不长 长时间的逃亡 让他神经紧张 一有风吹草动就马上逃走 已经彻底没有了当年的威风和头脑 不过 在他最为艰难的时候 在一家工厂里 他遇到了一个四川老乡 因为当时重庆还属于四川 所以说是四川老乡也是没问题的 这个老乡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 操着一口熟悉的四川口音 让彭洪菊倍感亲切 出门靠朋友 在外靠老乡 因为大家都是老乡 小伙子和彭洪菊走得也近一些 在工作和生活上 也时不时的会帮助他 老乡的关心 让远在他乡 无法回家的彭洪菊 感到非常温暖 对这个小老乡也越来越信任 但是他万万不会想到 这份信任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有一天 小伙子告诉彭洪菊 说自己有一个亲戚在山西做生意 挺赚钱的 想让自己去帮忙 问彭洪菊要不要一起去 此时彭洪菊对小伙子已经完全信任了 这样的好机会 他当然答应了 于是几天之后 两人辞掉工作 踏上了前往山西的道路 一天之后 他们来到了山西和内蒙交界的 和曲线下的一个小村庄 天色已晚 小伙子表示 先在这边的一个朋友家里 借宿一晚上 第二天再继续赶路 不过第二天醒来以后 彭洪菊发现自己被锁在了屋子里 小老乡早已不知去向 此时他才知道 自己被老乡以三千五百元的价格 卖给了这个屋子的主人 一个五十来岁 靠放羊为生的老光棍 这个老光棍叫赵荣秀 他家里穷得一塌糊涂 住的是十几平米的窑洞 睡的是甘草席子 一群羊是他唯一的生活来源 这样的日子 彭洪菊肯定无法接受 平日里都是自己拐卖别人 他可不能接受这样的角色转换 于是一有机会 他就想办法逃走 但是逃走哪有那么容易 因为地处偏僻 这地方又穷 买媳妇已经见怪不怪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 村里每个人都是敌人 那怎么可能逃走呢 就算真的逃出去了 方圆几十公里都是茫茫的黄土 他哪也去不了 一开始和许多被他拐卖的妇女一样 他会硬着头皮一个劲的往外冲 但是冲了几次之后 他发现了 不仅仅是赵荣秀 村里的其他人也会帮着抓自己 一旦被抓回来 面对的就是一顿毒打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 他被打得几乎翻不了身 每天都在痛苦中被折磨 再后来 他甚至直接被绑在了屋子里 只有赵荣秀要解决生理需求 来强暴他的时候 他才会被短暂的松绑 但松绑之后即将迎来的 就是身体上的痛苦 这样几次之后 他学乖了 他知道了没办法硬闯 于是就开始和赵荣秀演戏 假装服服帖帖 还天天烧火做饭 时间长了 赵荣秀也渐渐放松了警惕 这也为彭洪菊 创造了再次逃跑的机会 这一次 他吸取了前面的教训 带足了干粮 专门挑选了一个早晨 在赵荣秀刚刚离开之后 他悄悄逃走了 但是千算万算 他还是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自己的身体 因为经常遭到毒打 再加上伙食方面非常差 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 在第二年 他就患上了脑血栓和胆结石 就算这次计划的再周密 但因为脑血栓 他的一条腿已经几乎没有知觉了 因此没跑多远 还是被抓了回去 而这次也是他最后一次逃走 因为身体原因 从那以后 他再也没有机会了 而这次以后 他也终于向现实屈服 他越来越听话 后来条件好一些了 又求着赵荣秀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 每天靠着看电视来打发时间 就这样日复一日 彭洪局在窑洞里浑浑噩噩的度过了12年 这12年的生活 简直还不如牲口 12年来 他只洗过三次澡 只吃过一次肉 其余的四千多天 吃的都是土豆和小米 还经常没有盐 他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 连家乡重庆变成了直辖市 他都不清楚 直到2003年底 重庆警方接到群众举报 说山西河曲县夺印村 有一个叫黄世英的 长得和当年的人贩子彭洪局特别像 经过多方比对 警方认为他就是当年的彭洪局 于是2004年1月 重庆警方和山西警方来到河曲县夺印村 走进了那个窑洞 进了窑洞以后 警方一眼就认出了床上的彭洪局 但此时他的样子 相比当年却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他眼神呆滞 头发乱糟糟的 身上的棉被已经肮脏不堪 里面的棉絮都结了块 在他睡的床上 他的身上 头发上都爬满了狮子 后来经过检查 彭洪局的身上有多处伤口 很多是陈年旧伤 还有一些是最近才刚刚愈合的伤口 这大大小小的伤口叠加在一起 彭洪局的身上竟然一块好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看到警方出现的那一刻 彭洪局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慌乱 他的眼睛里先是震惊 接着又是一种解脱的轻松感 这种变化让警方都感到非常诧异 直到赵荣秀站出来 阻止警方把他带走 警方才搞清了其中的缘由 原来啊 这个人贩子现在也尝到了被拐卖的滋味了 更让警方震惊的 是彭洪局的状况 不光是外伤非常多 他的内伤显然也非常严重 因为脑血栓 他现在已经完全瘫痪 无法走路了 民警只好把他抬起来 放进警车里 连夜带他返回重庆 在半路上 民警带他吃了一顿饭 普普通通的米饭套餐 普普通通的四个菜 但彭洪局却吃的狼吞虎咽 明明吃不了了 还是硬撑着全都吃了下去 这样的场景也让警方感到非常唏嘘 后来他自己说 他说 被拐卖的这十几年里 我每天都在后悔当初做下的恶事 我被卖给赵荣秀 就是我当初做的恶所带来的报应 且不说他是否真的有悔改之意 但单凭这番话就可以看出来 他的确在这十二年间是吃足了苦头 这应该也算是一种报应 在带回重庆之后 面对警方的讯问 彭洪局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并对自己以及整个团伙当年所拐卖的85户人家 表示深深的悔恨和歉意 2004年8月30号 重庆市荣昌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法庭上 彭洪局终于见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的女儿 她最小的女儿都已经13岁了 在看到女儿的那一刻 她彻底崩溃了 嚎啕大哭 嘴里一直在道歉 但是很可惜 12年没有回来 他闺女都不认得她了 显得非常冷漠 到这个时候 彭洪局可能才真真正正的后悔了 在法庭上 他一个劲的磕头认错 不光对罪行供认不讳 他还祈求法官 看在自己是个残疾人的份上 给予宽大处理 希望法律能给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是不好意思 法律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谁给那些无辜的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重生的机会呢 尤其是那些半路生病被他丢弃的孩子 他当时不是也没给他们机会吗 只能说善恶终有报 恶人自有恶人收 因为自己六年的拐卖犯罪生涯 彭洪局承受了12年的被拐卖的生活 紧接着他要迎接的是人民和法律的审判 在拐卖团伙所拐卖的85名妇女儿童当中 彭洪局直接参与的有17名 他是所有的这些成员当中罪行最为恶劣的 更重要的是 其中还有10个孩子因为年龄小 抵抗力差 在被拐卖过程中因为身体出了问题 而被残忍抛弃 生死不明 最终经法院审判 彭洪局因拐卖妇女儿童罪 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至此 这个40多人的庞大组织终于被彻底铲除了 其他的6名主犯 包括何继高 李昭玉 陈定奇等人 早在当年就分别被判了4个死刑立即执行 一个死缓 还有一个无期徒刑 后来在警方的努力下 大部分被拐卖的孩子也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但是即便如此 时间已经流逝了很多年 那些家庭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留下了永远都无法弥补的伤痛 一个彭洪局被彻底铲除了 但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直到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彭洪局在逍遥法外 无数个家庭被人贩子折磨得痛不欲生 甚至家破人亡 之前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 用了14年时间终于找到了被拐卖的儿子 一家人得以团聚 我们当然可以说孙海洋是幸运的 但现实中还有很多不幸的家庭 在无休止的黑暗中挣扎 仍然走在希望渺茫的寻子道路上 很多时候在这条道路上 那些被折磨的父母不仅仅怀着对人贩子的恨 还有对自己的无休止的深深的自责 但我们知道应当自责的不应该是他们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相信那些躲在暗影里的蓬洪局们 不管逃多远逃多久 最终都要接受应有的惩罚 我们也希望终有一天天下无拐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